台东清航家庭植物人照护都必须到外县市安置 虽然有政府的补助 但还是造成家庭的负担 创世基金会在台东筹建10年的清航植物人安养中心 12号终于落成启用 让涉及在台东的清航家庭 不用收到交通晚返之苦 就能获得妥善的医疗照护 我们要非常感谢创世还有陈董事长 我想他在这背后很多很多的支持建筑师等等 期待我们更多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落成 让弱势的关怀照顾 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重视 我想为我们弱势的族群弱势的同胞 提供最好的照顾 这个是一个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应该要善尽的一个责任 我们大家一起来继续努力 创世基金会新建的安养院 因为经费都是来自小而捐款 不过这对迫切需要照顾的清航植物人 可以减轻不少的负担 一个植物人他可能会拖垮了一个家庭 那照顾了一个植物人 让一个家庭可以重新回到正轨的生活 我们也希望地方的各位乡亲父老团体 让我们在台东地区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也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第一位入住的病患是住在台东县成功证的李先生 两年前他突然中风倒地 变成了植物人 家庭就陷入了困境 只能靠李太太一天打三份零工来照顾两名子女 和负担庞大的医药费 现在有免费提供清寒植物人的安养机构 让李太太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 主要是我不用再多花心思 然后还在就是在外面工作 我还想要先生 然后要冲回去 然后万一被口水呛到了 然后还是他已经躺了两个小时 万一等下生理 没有办法定时去翻译 对对对 没有办法建立工作 对啊 很感谢 非常感谢 照顾小先生 对啊 不然小孩子也可以顾得到了 创世基金会调查 台东还有九位在外县市安养的植物人 透过协助将于近期转回台东安养中心 让偏乡的清航植物人 不必再送到外县市接受照顾 多安新闻 陈静雄林婉珍 台东市常常报道